而另外在市区的临近东大门夜市的花莲铁道电影院 上周末是举办了元宵节会后进行亲子彩绘花灯 也是为6号开始风圆整修的园区一馆 暂时化下了活动的据点 而预计4月起将会和二馆同步开放 临近东大门夜市 位在花莲铁道文化园区一馆的花莲铁道电影院 6日播映冬日物语短片选Momo Mini 是和6小孩也让家长放松的亲子电影院 也是铁店修馆前最后一天放映 映后除了有奖争达 还配合元宵节推出亲子彩绘花灯 吸引超过50位家长带着小孩前来 今天是2月5号是元宵节 那是我们的走走电影院 亲子电影院的系列 所以就让大朋友小朋友可以一起来到电影院 来观看Momo Mini的亲子电影 那因为我们平常呢 有了小孩之后就会很害怕带孩子到电影院 可是呢在铁道电影院 有亲子电影这个单元就是让大家可以不用害怕 孩子会吵可以在尽情跟着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看电影 那我们今天比较特别是 我们在电影过后有一个彩绘花灯的活动 所以就会让孩子们呢 跟着大人一起 那画出自己想要彩绘的灯笼 对 那我们从明天开始到3月31日 就是我们的风源的 做骨鸡维护保养的阶段了 所以大家如果还想要来回来 画铃铁道电影院看电影的话 就要等到4月份的时候 我们就会再次来开园 然后到时候会第一个迎接的档期是 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 所以非常欢迎大家再回来画铃铁道电影院 画铃铁道文化园区二馆 去年6月中旬率先风源开工 一馆由于2019年曾有大规模修缮 且有许多厂商进驻营运 0206地震五周年 当天才风源整修 园区整修将为期一个月 预计3月底于二馆同步完工 4月1日再开放 届时将有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 期待乡亲再前来观影 记得讲帮宴红临时报导 2月2日更加热村 0206地震五周年 3月1日更加热村 比较后一周年